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小黑 欢迎收看林源本部的视频教室 林源本部的视频教室 这算是小黑的第一次尝试 因为过去小黑总是比较习惯 用写文章的方式来 跟各位讲一些关于Facebook 或是一些行销方面上面的操作技巧 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说 小黑啊你的文章每次写的都看不懂 看不懂怎么办 你又要问我 问我我有时候懒得回答 懒得回答 然后你就会认为说小黑好偷懒 问他问题都不回答 所以说呢 于是最近 小黑就开始规划了一系列的 所谓的林源本部的视频教室 来用影片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 该怎么去做一些行销 或是Facebook上面的操作 我相信用影片的方式 应该对大家是一个 比较轻松而且简单的方式 你只要看的影片 不会做 可以反复反复再反复的不断的看 那你就可以看得懂 到底我们要操作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呢 其实我们现在今天最想要讲的 也是小黑最喜欢要讲的是 所谓的Facebook广告投放技巧 好 许多人都认为说 Facebook广告到底有没有效 我可以看各位说 非常的有效 尤其在你要推广粉丝专业或是外占的广告讯息的时候 其实Facebook广告它可以帮你带来相当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们先了解到Facebook讯息到底有哪些的分类 我们来看 好 Facebook的讯息分类主要大致上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所谓的Facebook广告这部分 那这我们待会再继续提到 第二种呢 则是所谓的社群讯息 什么叫社群讯息 社群讯息就像是 某某朋友已经占过这个粉丝专业 这是一种社群讯息 某某朋友正在使用某某应用程式 这是一种社群讯息 朋友的动态 在Facebook上面动态所呈现在 你的那个动态更新里面的话 他就是所谓的社群的讯息的部分 那跟动态讯息有什么不一样呢 动态讯息就是一般朋友可能他发表了一个 今天刚刚有地震他打的地震两个字 这个叫动态讯息 他看到一个连结不错 他转贴在他的墙上 我也看到这叫个动态讯息 那这三种讯息具有怎样的特质呢 第一种 我们称之为叫Paymedia的部分 Paymedia 通常我们就 或是有人会称之为叫做Bornmedia 它是什么呢 它是因为一种付费而所得到的一种媒体的露出的部分 就像过去传统 可能像是广告banner 或是首页广告 或是像是关键字广告 这一部分 因为付出而得到了媒体的露出 我们则称之为叫Paymedia 或是Bornmedia的部分 那第二种呢 则是在社交社交世代里面才会有的 所谓的 通常称之为Earmmedia的部分 跟着很不一定在社交世代 为什么呢 Earmmedia它是一种社群法则而得到的媒体露出 什么叫社群法则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今天我创了一个粉丝专业 其他朋友觉得这粉丝专业不错 他按了一个赞 按了赞之后 结果他的朋友也看到了 也觉得这粉丝专业不错 他也跟着按了一个赞 这样的过程需要花费吗 不需要 跟过去Paymedia的部分不太一样 所以说它是一个赢得的媒体露出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通常常称之为Earmmedia的部分 那在一般的社交世界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口碑行销 我买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不错 我分享给我的朋友 厂商需要花钱吗 不需要 除非我是部落客 他可能拿钱 请我写一篇开箱文 根本我没买过 那个叫Ballmedia 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一个东西不错 我写了一篇分享文给大家看 那叫Earmmedia 所以说Paymedia和Earmmedia来说的话 它用在现在的Facebook里面 在三种讯息里面有怎样的测试呢 所以说就知道Facebook它就是一个Paymedia的部分 但是社群讯息 它同时具有了Paymedia的部分 以及Earmmedia的部分 为什么 Earmmedia的部分可能大家都很好 还蛮好懂的 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说过 你占过一个粉专业 曝光出去 那个厂商不要花到任何钱 但是Paymedia呢 社群讯息 其实在Facebook广告里面 其实可以是做一个投放的动作 那怎样用Facebook的广告来增加社群讯息 我们在第二节课会来提到 那一般动态讯息就是所谓的Earmmedia的部分 这个就很好懂了 所以说其实Facebook广告 其实主要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 我们要利用所谓的Paymedia的部分 来加强Earmmedia的扩散 我们希望多一点粉丝们来帮我粉丝专业按赞 这个就其实是我们投放广告的其中一个目的 也就是我们Facebook广告投放的第一个心法 利用Paymedia来加强Earmmedia的扩散 好 那怎样来投放广告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该怎样去投放一个广告 以及最重要的一个小小的技巧 到底在哪里